男人是只嗜血的狮子怪 可即便如此 来到人类社会的他 却只能带着俘人去抓兔 为了不让年轻的狮子怪 丧失狩猎的寂寞 狮王每天都会教他们学习捕法狩猎 而这种活动只能组里的雄性参加 整个过程不能使用电子产品 只能靠原始的方式进行狩猎 看着哥哥们开心的样子 狮王的女儿马基十分羡慕 但爱于父亲的龟子 他只能配合 等一切就绪后 狮王便让女儿一人留在家里 殊不知 这操作竞成了他最后悔的决定 很快 狮王就来了狩猎地点 行动开始前 他讲述了曾经风光一时的经历 一人单挑十几头牦牛 从灵溪追到了灵冬 三天三夜没合眼 靠一张嘴四只脚 最终只抓到了一只 从这就可以看出 凡对作战的重要性 但今时不如往日 现在的他们 只需要抓到一只兔子就行 结果不重要 重要的是过程 狮子怪们听完热血沸腾 狮王看到他们镜头狮子 便下令行动开始 在狮王的捕舞下 众人配合得十分到位 虽然对手的走位很好 缓过了其中几只狮子怪 但他们依旧没有放弃 在众人的围捕下 终于抓住了这只狡猾的兔子 到了晚上 狮王破例将战利品 做成了美味的食品 以此奖励众人狩猎成功 他盗送年轻的狮子们 时代在进步 狮子改吃素 虽然他们无法像嘴线那样 成天吃人嗜血成性 但狩猎行动 都是每个食肉伟森 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而且狮子身为百兽之王 更要讲究这些 看着小狮子们吃下兔肉后 激发出了伟森原形 狮王终于放心了 可他并不知道 这次的补法受炼 却给他带来了麻烦 第二天 警方就接到了报警 阿强几人来到现场后 从南海滑板底下的地址推断 他死前应该去过一旁的公路边 求蹭车 老吴说报警人是一位遛狗 大爷 清早他沉练时 狗子发现了尸体 并且还留下了一个脚印 可阿强看到那枚脚印后 却说这不是狗能留下的痕迹 因为其脚掌之大 43码的斜穿的下 加上死者身上的抓痕 不出意外 凶手肯定是伟森没错 于是 阿强赶紧拿着照片找到阿郎 他看到脚印后 怀疑应该是狮子怪或者荒怪的 为了确认脚印究竟是谁留下 他们再次返回案发现场 经过阿郎仔细勘察 他猜测死者是碰巧遇到了 某种食肉武僧狩猎的过程 这才遇害的 加上死者也没有被吃点 这符合狩猎的要求 这时 阿郎闻到了奇怪的味道 他顺着气味的方向 找到了一家农场 从被破坏的铁网上可以看出 凶手或许就藏在里面 见状 阿伟赶紧申请了搜查令 等几人来到农场 负责人斯旺赶紧过来问询情况 得知警察是来调查一起命案 斯旺很是佩服 可听说嫌疑人就藏在自家的农场后 他的儿子却发起了脾气 还献出原形恐吓几人 看到狮子怪真身的阿郎 都被吓出了原样 见此情形 阿强赶紧抛出格林身份 但斯旺儿子依旧没有收敛 眼看双方都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状态 女儿马鸡赶紧过来缓和气负 等双方都平静下来后 阿强问他们昨晚的动向 斯旺表示 昨天他和族里的年轻人出去狩猎了 地点就在农场后 但他们和命案没有关系 因为狩猎目标不是人类 阿强听完半信半疑 为了确认他们说的是不是实话 几人便来到他们昨晚狩猎的营地调查 虽说在地上发现了血迹 但斯旺却说这是昨晚处理兔子时留下来 不幸可以采集回去化验 他还表示 自己虽然是只狮子 但不会遵循先祖的狩猎方式 毕竟他们是活在人类社会中的伟孙 早就改掉了吃人的习惯 而他举行狩猎活动的目的 只不过是为了给年轻人们传授经验吧 接着他还邀请了阿狼参加这周的活动 想让他讲解狼人狩猎的方式 虽然狮王嘴上说的有头有尾 但几人还是不太详细的 于是便找到当晚参加狩猎的家庭 可问完了全部狮子官 都表示他们只狩猎了兔子 并没有见过死者 更不用说杀害他 就连一旁的阿狼都说 这些狮子身上一点杀气都没有 看来 凶手并不是他们 为了查出到底是哪只狮子狗的 阿强让阿狼前去赴约 顺便调查死亡一伙人中 是否有人存在杀人动机 等到晚上 阿狼如约而至 只见他献出原形 给小狮子们展示了自己的血狼身份 并教会他们伟森切换形态的方法 阿狼告诉他们 像狼人和狮子这种需要狩猎的伟森 只有献出原形 才能最大程度对猎物产生威胁 但身为伟森最重要的不是猎杀 而是如何控制自己的这种力量 要不然在人类社会里 是无法共同生存的 听完阿狼的教导 众人受益匪浅 等他演讲完毕后 他便以导师的身份 监督起了整个狩猎过程 可就在他们行动期间 突然有一只献出原形的狮子冒了出来 阿狼一闻 一下就认出了不是现场的狮子们 于是赶忙追了上去 没想到 跑到半路就被那人扑了个正着 只见他恢复人样 来人竟是死亡的女儿马基 他告诉阿狼 自己其实狩猎很久 因为父亲不让你来参加 所以只能偷偷进行 在此之前 他已经狩猎了两个人类 而今晚他又有了新猎物 想邀请阿狼一起行动 听完 阿狼赶紧劝他不要乱来 因为格林会饶不了他的 还说自己吃素很久了 对人肉不感兴趣 马基听到他的话 脸色直接就变了 嘲讽了阿狼一点后 马基转身就冲进了森林里 健壮 阿狼赶紧找到死亡 将马基的事情告诉了他 得知女儿要去杀人 死亡一家赶紧冲进森林里找他 而阿狼也联系了阿美 得知马基之前就曾杀过人 他们连忙来到森林里调查 果真发现了一具尸体 经过检查 死者应该在两周前遇害了 这和马基狩猎的时间一致 事发突然 阿强赶紧联系阿狼要位置 得知马基现在还要狩猎 来不及多想 他们也加入了寻找马基的行动 此时 马基已经找到了目标 只见一个背包男刚停下脚步休息 喝口水的功夫 就被马基袭击了 等阿强几人赶到 只看到他一落的背包 突然 森林里传来嘶吼声 他们上前一看 竟是马基捂着肚子跑了出来 看来 是背包男受到惊吓后 用匕首将其刺伤的 而他看到警察的盗来 连忙上前寻求帮助 称自己被野兽攻击了 可他看到刺伤的竟是个女孩 当场就崩溃了 阿伟见状 赶紧拖他到一旁休息 很快 死亡一家也赶过来 马基看到父亲后 终于吐露了心声 表示自己很想参与狩猎 因为他也想证明女孩也很厉害 但每次父亲都不给机会 没办法他才这样做 思亡看到女儿如今这情况 他也十分后悔 当初就应该一视同仁 把女儿一起带上 起码他也能知道狩猎的底线 可现在已经没有后悔要事了 最终 马基死在了父亲怀里 而男孩遇害的案件 也因伟森的参与 案件只能进行特殊处理 好了 我是夜球 咱们下期见